开箱住宅大楼不只有全新公社 室内格局方正走到阳台 还能眺望观音山景 这里是位在淡水的都更新建案 不过日前却遭协助整合的幕后推手 控诉建商拖欠整地款 拿出当初签的合约书 里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原来当时建设公司承诺建案盖程后 会先扣除营造销售人士等成本 并将胜于所得分10%利润给对方 不过距离建案完工已经过了三年 投诉人却控诉一毛钱都没拿到 摊开实价登录来看 这处建案过去共有77笔成交记录 每平均价约落在30万元 但投诉人却不满指控 相信总经理拿出的财务报表 申建案总共只赚了9000多万 也就是说他最多只能分到900万元 气得直呼实在太夸张 对此建设公司负责人强调合约书上的乙方 从头到尾都不是投诉人 也强调分论都有按照合约书走 只是双方认知不同 后续也将采取法律途径 请法院主持公道 三线网王家恒 王一轩 陈昭文 赖心仪 新北采访报道 外首一挥老旧房屋瞬间瓦解 建商整地督割 万一碰上钉子户 和建商抗争到底 一拖旧事两三年 不少建商顾及商誉 一开始态度放软 找里长出面 软得不行就来硬倒 找上黑道当中间人去瞧 二煞踹破玻璃门 或持枪朝天花板开枪 常见恐吓手法 破油漆贴宣传单 还有持BB枪攻击住家外面 或是丢动物尸体 让你住不安宁 搞定户能拿到五十到一百万 整地成功还有额外酬劳 利润尚看破亿 整合起来的话是蛮可观的 一笔很大的土地面积 所以说他们就以每出户来讲 都有这个奖金在 如果一分论的话 大概都是10%以上 通常都是会给他们一笔劳务费用 那20万30万50万不等 依照它地段的一个麻烦性 越是黄金地段 像是台北市区 或是临近捷运站的建案 中间人的劳务费 也跟着抬高 不少黑帮瞄准都更为师大饼 都想从中捞一笔 甚至为了抢生意 大动干戈 近年黑道转正房地产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但部分是非法行为 恐怕触犯妨害自由等罪 因此每当有都更建案 警方就得绷紧神经 就怕黑道设立介入 老论治安 时刻紧盯 黑帮动向 三星人代为陈徐湘云 台北仓报导